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 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是遇上了经营困难的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多谢大家 这次我们谈谈日本 日本两天前宣布 他们政府将会和东京电力公司 做一个决定 是怎样呢?就是通过 海底隧道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 核废水排到近海 理由就是 这样做更容易令到 核废水在海中 扩散 如果是属实的话 这次也是日本政府 罔顾国内外的反对 单方面的买出威胁全球 环境安全和公众 健康的危险一步 亚太伦国 乃至全球 沿海国家 都有权采取行动 向日方进行这个索赔 好像今年四月 日本政府宣布 计划两年后向 海洋排放 福岛核废水 国际社会 谴责性如潮 迫于压力 日本政府 一方面 撤发淡化 核废水的危害性 另外一方面 亦不得展现了 某种合作的姿态 就是有点假装 例如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 调查团 在年内赴日进行 核废水安全评估 但是事实证明 日本政府这个举动 是缓兵之计 正如日本媒体 日本政府一直在 推进 核废水排放时间表 已经有 大量的 不同 同安排 即是 已经铁左心要排 换句话来说 日方 算是 无天下之大不韦 向大海排放 核废水 令世界 清楚看到 其实他们 都是自私自利 还有两面派 当然 网友说 我们家乡日本的人不会这样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 我们看到 日本福岛核废水处理问题 是事关全球海洋生态安全 安全和 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的 日方 在这些 与各方利益 有关的 事情 是不是应该与国际机构 协商一下 你这样就 擅自 排放核废水 好像不对 但是如果日方 执意要这样做 国际社会 完全有权利 拿起 国际法的武器 来 进行 追债索赔 根据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各个国家 有保护和保存 海洋环境的义务 各个 应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以确保在他 管核或者控制下 进行的活动 不自使其他国家 以及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 并且确保 在他们 管核 或 控制範围内的事情 和活动 所造成的 污染 不自扩散 他们按照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行使主权 的权利区域之外 即是你 有什么污染 最好 自己搞定在自己的领域 不要搞到其他 主权 区域 不然 你自己 就要受罚 这个就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35条明确规定 而且 每个国家 应该按照 国际法承担 任务 日本 是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等等国际公约的 签约国 亦 也不可以 涂掉这个应承担的 国际责任 和移保 正如相关的 国际法专家就说 一旦日本 核废水排放造成 严重的 环境破坏 相关国家 可以在科学测定 本国受害情况的基础上 保留对日本提出海洋 环境污染 和生态损害的 索赔权利 作为世界上唯一 受过 核武器打击的国家 我觉得日本 应该比其他地方更加懂得 这些危害 应该对于核辐射和 核危害 有着超越其他国家的深刻认识 但是日本 到今时今刻为止 在核废水的处理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 亦都光明了 他们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其实 实在太自私了 我觉得那些挑战国际 法理 和道义 还有良知的国家 真的要受到惩罚的 日本 的政客 如果一意孤行 一定在历史上留下 那些骂名 亦都会遭受到正义的 惩罚的 其实 就在今年 4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 对日本 做出 强烈抗议 是什么国家 就是南韩 4月份的时候 南韩政府 召见了日本 驻 南韩大使 上升孝一 表示 强烈抗议 因为 日本想着 两年之后 将福岛合肺水 排入大海 南韩外交部 第二官 崔宗文 当时 在外交部大楼 召见了 日本驻韩大使 上升孝一 对日本排放 福岛合肺水的决定 提出抗议 上升孝一 是避开媒体进入大楼 南韩政府 亦都针对这件事 紧急召开副部长级的会议 是由国务 调整室室长 巨韵节主持 巨韵节在会议后 开记者会 敦促日本 透明公开 福岛合肺水的处理资讯 现在他就跟你说了 就是 整条馆之后排入大海 而且当时 韩国 亦都对 日本 处理合肺水的 措施 说会跟进 还有 处理之后 都会进行检测 这位巨先生 来自南韩的 说 韩方将向 日方 转达反对 决定的民意 并且要求日方 採取具体措施 确保南韩公民的安全 和保障 海洋环境不受污染 当时 韩国 已经向国际 原子能基 金会 等等 组织 转达了 韩国对这件事深感 忧虑的立场 并且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方处理核废水 进行科学的检测 他们也说 如果通过国际检测机构或者国内 检测体系发现问题 一定会提出 索赔和终止排放的要求 其实他已经是叫日本 死了一条心 不要想着 整一条隧道排 废水就可以 是叫他终止排放 但是日本会这样做 我觉得就不会了 当时 亦都有31个 韩国公民 组成的团体 就叫做 脱核市民行动 当时 就在日本 驻韩大使馆前 开记者会 谴责日本政府擅自 决定排放核废水入海 其实这些等于 是恐怖活动 并且指出核废水即使稀释排放 放射性物质含量都不会变 仍然会对海洋生态系统 以及人类 带来了不可挽救的灾难 《潮民族日报》 这份来自 韩国的报纸 亦都说 在日本政府 拍板相关政策 之前 已经有24个国家 311个环保组织 向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 一份 联署信涵的 就总共有6万5千人联署了 要求日本 不可以将福岛合废水放入大海 绿色和平 亦都向日本 京产省 提交 一份全球民众的请愿 就有18万人 促请日本 政府撤回 排放核废水的计划 他当然不会撤回 是吧 怎可能会撤回 是吧 现在他就说 我有应对措施 应对措施 就是想 兴建一条 海底隧道去排 都是排 都是排 你不用担心 都是排 他一定会排 我看他那些都是不负责 又不是 你这么多 其实消息就说 东京地力计划 在第1核电站 5号基组附近 滑通海底岩层 和 建造 长约1公里的海道 未来 将通过 在 未设定 渔业权的核电站 以东 1.5公里 南北大概 3.5公里的海域 中心 排放核废水 东电 计划是用大量的海水稀释 这些核废水 将辐射或者 村 的活动 降低度 每升1500倍克 而以下 由于 核电站 港湾内的海水 含有 放射性物质 所以 将会从 港湾外 取水 根据计划 东电 近期 会向国际原子能委员会提交审查申请同时 着手准备工程 提出 明年 即2022年初 正式施工 按照政府方针 就是2023年 春天左右 就开始将核废水排入大海 三一一大地震引发的 核事故 其实 十年后 福岛 亦都是 不断处理着 他们那些 核污染物 但是 很多还是 有待处理 大量 辐射污染物 有待处理 它是处理着 但是 很多都还没处理 其中当局在核灾期间 向反应堆注入 海水 以防 反应堆过热 而融为 因此 产生大量 核辐射汇水 并且因为地下水 和雨水等等 继续滲入 核电厂范围 所以 汇水数量 仍然上升 这些高浓度放射性 物质的 核汇水 在透过淨化装置去除 川以外的 多数 核辐射物质后的水 就可以排的了 这是根据官方说法的 不是我说的 我只是引述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安全 我们再看多些数据 但是有川的话 的确确 川 也是一种放射性物质 就是这么简单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